我是故事大王皮皮 现在啊 皮皮先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 闭上眼睛 然后仔细摸一摸自己身边的一个东西 大家能说出来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吗 哈哈 在盲人摸象这个故事里啊 就有几个人摸了大象 但是呢 每个人说的大象都是不一样的哦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快快竖起耳朵 仔细听皮皮讲吧 从前呀 有四个盲人 他们听说有一种叫做大象的动物 它长得可大可吓人了 嘿 大象怎么就吓人了呢 这四个盲人顿时来了兴趣 都非常想知道大象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呀 这可怎么办呢 嘿 亲手摸一摸大象不就知道了吗 于是 这四个盲人就请人牵来了一只大象 可以开始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你推我 我推你 谁都不敢第一个过去摸大象 后来呀 有一个盲人忍不住了 他先给自己鼓了鼓劲儿 说道 哎 有什么好怕的 看我的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大象 伸手轻轻地摸了摸 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哦 大象好像没有那么大呀 他又反复摸了摸 哎 终于放下心来 高兴地对其他盲人说道 嗨 嘉静胡说 大象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长得就像一把大扇子似的 听他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盲人啊 也就放心了 纷纷走进去摸大象 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象牙 他奇怪地说 噩噩 不对呀 大象明明像一根圆圆的棍子 第三个盲人一把抓住了大象的长鼻子 他得意地说道 哎 我说呀 你们都错了 大象啊 就像一根又大又粗的绳子 这时候 第四个盲人大喊一声 我抱住大象了 他像一根直直的柱子 原来呀 他正抱着大象的一条大腿呢 这四个盲人吵了起来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啊 先向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就带着四个盲人 让他们仔细地把大象摸了个遍 哎 这四个盲人这才发现大象啊 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他原来真的是一个大的吓人的家伙呢 讲完了盲人摸象的故事 又到了皮皮的成语小课堂时间了 其实呢 在这个故事里 四个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 就自以为知道了整个大象的样子 这是不对的哦 盲人摸象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呀 当我们在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 不能只看其中的一部分 而是要看到这个事物的整体 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它呢 那小朋友们 大家想一想 有哪些跟盲人摸象意思相近的成语呢 皮皮也想到了一个叫做管中窥豹的成语哦 他说的是通过一根管子的小孔来看豹子 是看不到整只豹子的 只能看到豹子身上的一块斑纹哟 所以呀 在生活中 我们不能只用盲人摸象管中窥豹这样的方法来认识事物哦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